海贼王 清智不被黑胡子信任 卧底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点不要忽视 在海贼王中 清智曾是海军本部的大江 他是自然气恶魔果实冰冻果实的能力者 清智本来被战国举舰成为新一任的海军元帅 可是却遭到了赤犬和吴老星的反对 最终引发了十天十夜的战斗 有关清智和赤犬十天十夜的战斗 我们只能通过传言得知一些消息 具体的情况还是不得而知 很有可能两人之间的战斗另有引擎 清智转腿的真实原因或许并非赤犬所为 也说不定 不管清智是真的退出海军 还是洋装退出海军 他都和黑胡子扯上了关系 从吴老星的嘴里 我们也得知清智和黑胡子呈现出合作的关系 在庞克哈萨德的时候 黑胡子也用电话虫和路飞对话 他表示自己压根就不信任清智 从已有的局面来看 清智仿佛是陷入了两面都不讨好的境遇 一方面 海军和他的矛盾很深 另一边他和黑胡子之间也是塑料关系 清智不被黑胡子信任 那么卧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清智是一个聪明人 他能担任海军打将 这必然意味着他智勇双全 选择在黑胡子海贼团那里做莫底 意义似乎不大 但是却不能忽视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清智本人的实力 清智虽然在庞克哈萨德断了一腿 可是他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如果黑胡子敢对清智动手 他早就下手了 毕竟清智的冰冻果实也是顶级果实 黑胡子不可能不感兴趣 有清智这个定时炸弹在身边 黑胡子肯定做事会很谨慎小心 可是就算黑胡子再怎么谨慎 清智也能从黑胡子海贼团的行动中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黑胡子海贼团作为四皇团之一 野心勃勃 从他们在顶上战争中的表现中就能看出 肯定要盯紧 清智能亏叛到黑胡子海贼团的大致巨动 他也能趁机找到黑胡子海贼团的软肋 清智的实力一流 他对黑胡子造成的威胁也是很大的 尽管清智强调自己的立场不再是海军 可是黑胡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相信清智 清智靠住强大的力量不仅能自保 同时能盯紧黑胡子 提前预知黑胡子海贼团的举动 只有伸出陷阱 才能摸清敌人的真正套路 在庞克哈萨德的时候 清智也明确表示他并没有黑化 始终保留住自己的初衷 从这个角度来看 清智留在黑胡子海贼团也算是很大的牺牲了 但是也是贯彻正义的真挚表现 据说 历史上的黑胡子是死于一个瘸腿海军的手中 或许伟田也是这么考虑的 清智和黑胡子之间的交易或者合作的目的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黑胡子的最终命运肯定是以失败告终 而清智也必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此 你是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